继续我们来介绍第三题 他说street dancing street dancing就是街舞 attracts吸引many young people 吸引年轻人 那下面又来street dancing is getting popular is getting popular就是渐渐的popular 受到这个人的喜爱 受到人的欢迎 好我们看按照我们的结合的规矩 第一个找相同的名词 这里有了 第二个步骤 把这个相同的第二句 这个用关系代名词代替 street dancing是讲事情 所以这个用会去来代替 第三个步骤 那这个句子是来说明 street dancing 所以把后面这个句子 一定要移到street dancing的后面 这样两个句子就合并完成了 好我们现在就把答案给它完成吧 前面street dancing 好我们用逗点 刚刚用which来代替 which意思 getting ing popular 逗点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句子插入 在street dancing的后面 street就代替street dancing which 这句补充说明前面的 前面那句的主词 街舞已经出来了 动词呢没有嘛 动词还在后面 所以 a track 你看这个写法是不是很容易混淆啊 没错的 好这个是第三句的 street dancing which is getting popular attracted young people 好再看第2个 there is a small restaurant 有一个很小的商店 in the restaurant 那在这个商店里 we can order pizza 我们可以点 pizza来吃 那有一个小的 那个店里 我们可以点到pizza来吃 好啦 商店 商店 餐厅 餐厅 对不对 好这个餐厅 这里餐厅 餐厅是 人 还是事物啊 事物 所以用which来代替 那这里有一个in的restaurant 所以你一改就改成inwhich 变成这样子 这样懂了吗 好这是which 变成inwhich 然后家具移动位置 移到餐厅的后面 因为这个是来讲这个餐厅 来 现在我们把答案也给它完成吧 there is a small restaurant 有一个很小的餐厅 那在那个餐厅里面 英文就是in which 可是in which就等于地方 所以它又可以用什么 用whoil 这两个答案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in which 你也可以用whoil 都是ok的 whoil we can order pizza ok 这个是第四题的 你慢慢看 会不会觉得有点难度 真的有点难度 所以老师提供的三个方向 一定要掌握住 第一个 找相同的名词 第二个 第二个下面名词呢 第二句的名词用关带来代替 餐厅是似乎用whoish 第三个 改的whoish变成whoish 第三个移动位置 这讲餐厅嘛 所以这下面整个句子 就要移到餐厅的后面 来说明前面的餐厅 不能离开太远啊 你修饰餐厅 就要放在餐厅的后面 这样才不会误会 再看第五题了 hot and humid in the summer 夏天哪是热跟潮湿的 in summer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summer 这里有summer 嘿 summer 这个是事物 所以 我们第二个步骤 已经找到相同的summer 第二个步骤 把summer用关系代名词 who la which来代替 summer不是人 他是事物 所以用which代替 就变成in which in which 那个summer 是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既然是时间 in which 又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when 那个时候 台风 will strike 台湾 台风会侵袭 台湾 那么夏天 热又潮湿 那在那个时候 台风会侵袭台湾 这样 两句合起来 没错 很简单 第一个 找相同的名词 summer 第二个 这个summer 用which来代替 第三个 把整个句子移动位置 你这边修饰summer 就放在summer的后面 这样就完成了 两句的合并 用关系子句 现在把答案给他 写完吧 hot and humid is the summer in which 你如果不用in which 你就可以用时间 when 这个都是正确的 when 台风是 我要后面造操 struck台湾 ok了吗 这个就是用 关系子句 结合 两个句子 合并两个句子 所以这个 三个 方向 一定要牢牢记住 好 关系子句 就讲到这个地方 了吗 我们下来